-енаiyo-rime-rimeло-rime-rime Girls Hello,大家好!我是Soda! 今天我的唇色是Loreal水润版本的小鋼筆302 这个颜色真的 很美,就是我真的很喜欢 而且这一支我最喜欢的是它的滋润度 还有它的质地 它是我冬天一定要用的唇彩 因为我的嘴唇在夏天就已经很干了 到冬天真的是更干 像我今天嘴唇又裂了 所以我又拿出这一支来擦 因为嘴唇真的太干 真的只有这一支唇膏它是可以 我不用擦护唇膏打底直接上 我的嘴唇一整天都可以很舒服 而且它的包装你们看 整个设计就是很美很有质感 这支真的很好用 它的保湿度我很喜欢 它的颜色也是很漂亮 它这个粉啊 其实跟亚诗兰黛的一支420 那个颜色还蛮像的玫瑰荔枝 但是这一支的话我觉得它的变化度更多 像我今天的话是主要擦在嘴唇中央 那上唇的部分呢是做薄擦 你如果是后擦的话哦 它的颜色会更深一点 它会比较暗 它会变成有点烟熏玫瑰 变得更有气势更有质感的一个烟熏玫瑰色 那这支如果它在薄擦的话 它会呈现一种很妙的颜色 它是一种浅浅的豆沙色 不会让你没气色哦 但是它那个豆沙色很妙 它要带一点点奶茶色调 所以它不会让你的唇膏看起来很粉 因为我自己是很怕那种很粉色调的口红 我对于粉色调真的是有点排斥 粉色调口红在我身上就涂起来就是很显老 所以我一定是都要那种 带一点点珊瑚调 带一点点奶茶调 它擦在我的整个肤色 我的身上才会是好看漂亮的 这一支真的很不错 你们可以趁它打折的时候买 好今天要跟你们做成分解密的产品是 Bobbi Brown的冬冲夏草的乳液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当成乳状的精华呢 其实也是可以的 因为它这瓶的成分用料各方面其实都还不错 没有酒精有香料 主要就是有添加冬冲夏草 还有以显基六泰杠八 这个是亚世兰黛集团的品牌都很爱用的成分 那Bobbi Brown也是属于亚世兰黛集团 那这个以显基六泰杠八呢 它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生泰 那它又可以叫做六生泰 生泰主要就是把我们的肌肤做到抗老 以及对抗皱纹的部分 主要是做皱纹这方面的护理 那它还有添加就是非常多的一些抗氧化的成分 一些植物的部分 所以简单来说这一瓶呢 它就是有抗老的效果 而且抗老效果其实还不错 所以如果你是熟龄肌的话 这一瓶我蛮推荐的哦 那如果是年轻肌肤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你可以自己去试试看它的质地 你喜不喜欢 如果它的质地是你喜欢的话 那你一样可以入手 那我当初在专柜式用它的质地的时候呢 我觉得它的质地是不是很厚的那一种 就是它吸收完之后 是不会让你有种黏黏的闷闷的感觉 我觉得它的质地算是还不错的质地 但是每个人对于质地的喜好还是有差别的 所以我还是会建议说 你们要购买钱能够先去专柜试一下质地 然后确定喜欢了再买 好那我们就直接来看这瓶的全成分哦 先跟你们说一下 我分析这些成分它的功效 它的特性啊 以及某些成分啊 可能是风险成分的时候呢 这一些都是根据文献 都是根据相关的研究论文 不是来自于它们品牌方 所以你们可以安心的服用 我是绝对不会照着品牌的文宣念变给你们听的 因为那样根本就没有意义 你们自己看就好了是不是 首先第一个成分是水 那再来我们就直接跳到下面的成分是 辛酸、葵酸、三酸、甘酸、甘油脂 这个成分它是很温和的一个润肤剂 像是克兰斯、Colarence 又叫做胶韵石 它们的那一瓶很有名的双激脆又叫双脆精华 那一瓶它也有加这个成分 这个成分呢 时常会被大家污名化说 它会制粉刺、会制痘 但其实这个成分它不会 因为它的分子量是小于500道尔顿 所以真的可以放心 那我们插播一下 如果你现在是想说 这几次讲乳液 那化妆水的部分有没有讲过呢? 有!之前有讲过一集 你们可以去看 一样是做完整的成分分析 下一个成分是橄榄油 它主要有抗氧化 也就是延缓衰老 然后也可以滋润我们的肌肤 下一个成分呢 是甲基葡萄糖醇巨米1-20 那要注意哦 这个成分呢 是我们这支成分表它的分界线 我介绍成分全部都是按照它成分表的排序 那为什么要造排序呢? 因为它是造的浓度做排序嘛 这个成分关键的地方呢 就是在于它的添加浓度一般都是在1%以下 它主要是用作溶剂还有保湿剂的部分 那1%以下代表什么呢? 代表它以下的成分有极高的可能 浓度就是1%以下 它就是今天的这个成分表 1%的这个交界的分界点 下一个成分是怡险基葡萄糖醃 那这个成分呢 是亚诗兰黛集团都喜欢用的成分 例如像是蓝莓儿啊 亚诗兰黛啊 倩碧以及Bobby Brown 这个成分蛮厉害的哦 它同时有抗氧化舒缓保湿 那抗氧化的话就是延缓衰老 又舒缓又保湿 不止如此哦 它还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肤自己生成玻尿酸 那相信如果有在看我频道的人一定知道 我们市售的产品 就算它有添加玻尿酸 它是添加什么小分子水解都好 但是它就是没有办法穿透我们的肌肤到达真皮层 都是到不了真皮层的 真皮层就是我们皮肤玻尿酸本身存在的位置 那你到不了那里你就发挥不了效果 你就只有保湿补水 没有任何抗老抗咒都没有 所以这个以险基葡萄糖胺 这个亚诗兰黛集团喜欢用的成分呢 它就是可以去帮助你的肌肤自己生成玻尿酸 玻尿酸多了你的皮肤就比较不会老化 会比较水润比较膨痰比较年轻 所以这个成分是就算你的皮肤比较干燥 你也很适合 因为你的玻尿酸多了你的皮肤就比较不会干燥嘛 那玻尿酸多了的话 皱纹也比较不会那么多 所以不管你是干燥的肌肤 还是你是想要预防皱纹想要改善皱纹 都可以用这个成分 下一个成分就是玻尿酸啦 那玻尿酸刚刚也说过了嘛 它就是只有补水保湿的效果 仅此而已 只要有人敢跟你说 它的玻尿酸擦了可以抗咒抗老 不要听它 嗯哼 都是骗人的 除了你去医美打玻尿酸除外 医美打玻尿酸它才能够达到真皮层 才能够去发挥抗老啊 抗咒的效果 下一个成分是维生素E 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它主要就是抗氧化 延缓衰老 通常在保养品的添加量 不管它是精华 它是安品 就都是1%以下 通常来说 绝大部分的情况 接下来有三个成分是在同系列的化妆水也有添加的 分别是枣类萃取 人参根萃取 以及冬虫下草萃取 那化妆水跟乳液这几个成分它们添加的浓度 基本上可以推出来都是1%以下 但是你们有的人可能就会在那里说 1%以下有效吗 其实绝大部分的保养品它们添加的植物萃取的成分都是1%以下 就算它是上万块的安品 就算它是上万元的乳霜 其实它们都是1%以下 绝大部分的产品都是哦 可以说是95%甚至到99%的产品都是这样 因为这些植物萃取的成分它的起效的浓度很低 通常它的起效的浓度就是在1%以下 所以它就是不需要加多 加多呢 反而你的皮肤可能会敏感 所以加多呢不一定等于好哦 那藻类人参跟冬虫下草 它们都是有抗老的效果 详细想要了解的呢 你们可以去看上一集 上一集都有做这3个成分的详细的解析 再来下一个成分呢是虎杖根萃取 这个成分就比较特别啰 虎杖根萃取呢 它是在雅诗兰黛的这个白金的顶级系列 也有添加到的成分 它主要是有富含生物利用度最高的反式白鲤唇 它可以去抑制AGES 糖化中产物 全名是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 翻译成人化呢 就是这个成分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肤 抗糖化 糖呢就是糖果的糖 相信如果是有在关注健康的各位呢 一定知道糖化它会造成我们的肌肤 衰老 松弛皱纹 真的很恐怖 翻译成人化就是它也是可以帮我们做 抗老抗皱的一个成分 下一个成分呢是赤脂萃取 赤脂它其实就是零脂的一种 它有抗氧化 也就是延缓衰老 加上舒缓 并且还可以阻断若氨酸酶酶 所以其实它也有那么一点美白的功效哦 若氨酸酶就是会让我们皮肤变黑的一个坏东西 下一个成分是拟难界萃取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肤抗氧化 延缓衰老 下一个成分呢是日本 当规跟萃取 它主要是有抗氧化的功效 下一个成分呢是咖啡因 这个成分一样是雅诗兰黛集团的爱用 就是雅诗兰黛集团非常喜欢把咖啡因 放在脸部的产品里面 咖啡因它就是各个品牌的眼霜里面 几乎99%的产品都会添加咖啡因 但是其实咖啡因目前为止 它并没有相关的文献可以去指出 它有排水肿的效果 没有 但是有相关的文献指出呢 它有抗氧化 也就是延缓衰老的效果 下一个成分就是一线肌六态-8 这个成分也是个值钱货 它又可以翻译叫六生态 它就是生态的一种 帮我们的肌肤做抗皱 这个成分可以说是雅诗兰黛集团的品牌 都会用到的成分 是一个很不错的生态哦 下一个成分呢是千岛若竹水 那这边要跟你们说个抱歉 就是目前的话文献真的找不到 关于这个成分的相关的一些 特性啊功效也好 所以为了秉持科学客观 这个成分我们先跳过 等到之后如果它有做出相关的研究 有相关的论文啊 文献的时候再跟你们做更新 下一个成分呢是芝麻油 它富含维生素E 也就是可以抗氧化延缓衰老 还有富含Ceramide Ceramide呢它就是神经吸氨 又可以翻作赛洛美 或是分子丁 它们是同个东西哦 只是叫法上面会有不太一样 Ceramide这个成分是我们皮肤本身就有的 天然保湿因子 它可以让你的肌肤比较健康 比较不会干燥 比较不会敏感 它本身不是抗敏的成分 只是它是我们皮肤的结构 一个很重要的成分 当你今天皮肤的结构有受损的时候 就会比较容易敏感 所以你就要补这种皮肤结构本身就有的东西 芝麻油的话还富含Omega 6 芝麻油呢有 有修护屏障 滋润 抗氧化 延缓衰老 以及镇静舒缓肌肤的效果 所以它是一个不错的植物油 下一个成分是甜性仁油 一样是很常见的成分 它富含多种脂肪酸 可以很好的滋养我们的肌肤 下一个成分呢是和和八子油 它有修护加上舒缓 以及滋润肌肤的效果 它是一个比较轻盈质地的油 下一个成分呢是酪梨油 酪梨呢其实就是牛油果 只是呢我们的叫法不一样 但是它是同样的东西 它富含维生素A C D E A跟C 早C 往A 所以其实它还不错哦 它有抗氧化还有紧致肌肤的效果 并且它富含Omega 3 Omega 6 可以修护我们肌肤的屏障 减少水分的散失 那酪梨油呢它还有舒缓的效果 所以真的不错 就是帮你增强屏障 抗老紧致以及舒缓 下一个成分是沙子果油 它有舒缓抗氧化滋养肌肤的效果哦 下一个成分是植物栽醇 它有修护滋养柔嫩以及舒缓的效果 再下一个成分是海藻糖 它是一个很常见的保湿成分 再下一个成分是酵母 酵母萃取 酵母萃取就是很多品牌都会用到的一个抗老的成分 它主要就是有抗氧化延缓肌肤衰老的效果 再下一个成分是尿素 它在低浓度的时候呢 有温和去角质加保湿的功效 在高浓度的时候可能会引发肌肤的敏感 但是这边不用担心 这边1%以下浓度非常的低 简单来说呢尿素它在这一瓶扮演的角色就是帮你温和的代谢角质以及保湿的效果 下一个成分是维生素E 这一瓶的话主要添加了两种维生素E 维生素E就是抗氧化抗老 再来的成分呢就是防腐剂的部分了 分别是绿本甘咪、山梨酸甲、本阳乙醇 这三个成分都是安全的 跟你们简单提一下 绿本甘咪这个成分呢 它的浓度上限是0.3% 所以如果你以后在成分表看到绿本甘咪 那你就要亮起 红灯 只要在这个绿本甘咪以下的成分 一定是低于0.3%的浓度哦 再提一下本阳乙醇 它也是一个有浓度上限的防腐剂 它的上限是1% 所以只要看到这种有上限的成分 在它以下的 你本样以纯举例好了 刚刚说它的上限是1% 所以在它以下的成分呢 肯定100% 就是低于1%的浓度哦 好我们成分讲完了 简单来说这瓶乳呢 我觉得比水更欠买 化妆水的话是150ml 定价2500 这瓶乳液呢跟化妆水一样都是150ml 定价的话是贵了500块 变成3000块台币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它卖这个价格是很合理的 就是一个良心价 这瓶真的很不错 如果你是比较偏油肌 我会建议说还是专柜拿一下试用包比较好 但是如果你是不太会长痘痘啊 甘性肌 中性肌 这瓶的话你们就可以直接去试试看了 真的蛮推荐的 它的抗老成分啊 加的比水还要再更多一些 所以它的价格也是有比较高嘛 很正常 因为它加比较多种 所以它价格 比较贵 很合理 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有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可以帮我订阅还有分享 如果更想支持我的话 可以帮我分享 还有不要按对过广告哦 有任何的问题啊 想要对我说的话 想要看的主题都可以留言 我都会回你们的问题哦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